原标题 那又是谁以为认为脊椎生绝非菜论,而是仇天协会的倡议人唐球? 对此,胡相近的人物研究专家邓江齐教授于去年八九月, 兼在本刊发表系列入门脊椎生是唐球吗? 曾业英失误共二十期,指出曾文重大失误二十余处, 并认为其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脊椎生应是菜论, 今年七月,曾业英先生又在河北学刊第四期上发表, 在问鸡椎生,不是菜论,而是唐球一文,对邓江齐进行了反驳, 为此,邓江齐教授又撰系列论文一摘, 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鸡椎生还是唐球,进行坚决回击, 本刊自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起连载邓江齐教授此文, 敬请广大读者关注,菜论,自松扑,别,炮, 以名鸡椎生一九零七年,鸡椎生在云南杂志第七号发表 回国有感一诗详见资料一,全文如下, 平年浪迹大江游,漂泊难关笑楚秋, 烈烈西风吹短发,半山夜落洞停休,十年荣玛丽边城, 欲速详心对短情,我亦有停身着礼,也思归去听秋声, 阴姬追生在此诗中前两句和后两句所用运不一样, 故笔者在边菜乐机外机收入此诗时,将之作为七绝,二手处理, 诗人在此诗的前一首中回忆了自己贫年浪迹大江游的经历, 在后一首中抒发了回国之后又远离乡而对家乡爱人的思念之情, 此诗写了情真义切,感人至深,堪称去世和思内诗的真品, 但是,这么一首好诗,却为阴片剑和偏执,蒙上双眼的曾先生给念歪, 批之曰,文不对提,对于脊椎生回国有感识, 曾先生是又爱又恨,虽然批之文不对提, 却又不得不每每要拿他来说诗,希望用他来证, 明脊椎生就是唐球,这不,在其今年七月, 发表于何百全汉第四期上在论脊椎生, 不是菜乐,而是唐球译文中,又拉这首回国有感诗来说诗, 曾先生在此文中坚称,其实,关于脊椎生不是菜乐, 而是唐球的问题,无论是旁症还是直接证据, 即非仅此几例而已,就旁症而言,尚可举出如下事实, 以证明脊椎生不可能是菜乐,而可能是唐球, 那么,曾先生所谓就旁症而言,尚可举出如下事实,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旁症就与被曾先生无理批文文不对提的脊椎生回国有感诗有关, 对于这个曾先生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个旁症, 笔者还以为是什么重磅炸弹, 但看后就笑了,现不妨将其抄录如下, 请各位看观过目,脊椎生曾两次在自己发表于云南杂志的诗作中披露其家庭静狂, 一位1907年7月20日,他在文不对提的回国有感诗中说, 我亦有庭身主理,也思归去听秋声, 一位是年8月28日,他在感诗其二诗中又说, 顾原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纪远师, 脊椎生家中既然有引现在身主理的小亭, 还有种满梅花的庭院, 以及在月明之夜瞧瞅期盼他纪远师的欣赏人, 说明他的家境不至太差, 以此对照菜恶和糖球的家境, 能够与此相匹配的自然也只能是糖球, 而不是菜恶, 因为不仅邓江齐说过, 而且菜恶研究者也有一个公认的事实, 即菜恶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母亲王氏是两三岁的时候, 被父母带着在外逃荒, 十位一王家老人救下, 所以也就姓王了, 一直到他去世, 也没有一个名字, 其父蔡正领, 先是在家接活为人缝任, 后在镇上一家商店当店员, 还做过一些小生意, 母亲王氏则在家煮酒, 磨豆腐, 一家人的生活相当困难, 菜恶出生于如此贫寒的家庭, 怎么可能不但有亭身主力, 还有种满梅花的庭院呢? 反观糖球的家, 完全有此可能, 因为他在向梁启超介绍, 自己经历时曾明确说过, 自一九零二年, 贺金生率大汉又民灭杨军启示, 失败被杀后, 他仇视政府之心日益加清, 更散尽祖义之产, 已去壮士, 交豪杰, 食欲身为破坏之先锋, 这说明他的家庭还是比较以殷实的, 详现资料二, 看完曾先生上述荣常啰嗦的文字之后, 笔者不得不又要批评曾先生在乱说乱话了, 不错, 正如曾先生所说, 不仅邓江齐说过, 而且菜恶研究者, 也有一个公认的事实, 即菜恶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一家人的生活相当困难, 但是曾先生, 曾先生, 这些都是老黄历了, 是菜恶小时候的家庭状况, 比如, 上世纪四十年代, 你曾先生出生在江西省于独县, 领备乡大和西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吃不饱肚子, 住的是某草房, 可现在, 你哪餐不是鸡鸭鱼肉, 还住在绿树成荫, 种满梅花, 在中国社科医院, 深宅大院的庭院里, 曾先生呢, 你要知道, 菜恶在鸡追生血回国有感, 赶时的一九零七年之时, 早已是主管西越省新云编练工作的副省级干部了, 而且还早已娶上当地大地主刘辉格的支女刘霞珍威妻啊, 让我们来听听菜恶的妻职刘戴生是怎么说的吧, 恩贤, 蔡正麟也曾教过几年私塾, 到山门后改做小贩, 我家的刚通山门镇和石下江大陆, 故声坐路边刘家院子, 正麟时常来刘家院子卖货, 我祖父是个秀才, 见正麟为忍忠实, 做生意公道, 当他来时, 长语续谈, 语言投奋, 心情契合, 渐渐成为好友, 松坡也随父亲捧来, 我祖父见他年纪很小, 气欲非凡, 抱他坐西上, 问长问短, 松坡对答明白, 很有意思, 我祖父极为喜爱, 我家设有私塾, 行有一位品学很好的张介寿老师, 专叫我刘家子弟, 我祖父见松坡年到七岁尚未就学, 主动向正麟提出, 松坡来我家读书, 学费, 书籍, 食宿, 盖归我家供应, 读过一年之后, 松坡聪明活泼, 博得我祖父祖母和全家人喜爱, 最成为刘家快婿, 详线资料三, 请问曾先生, 一个副省级干部, 又是当地一个刘家大地主的成龙快婿, 此时有种满梅花的庭院, 奇怪吗, 倒是为发动奇异而到处奔波的糖球, 正如你所说此时早已散尽祖遗之产, 不可能得有种满梅花的庭院, 这就恰好证明脊椎生, 不可能是糖球, 而可能是菜肋, 曾先生, 你老是拿着马腿往牛头上套, 套来套去套不上了吧, 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不妨往马头上试一试, 在此, 笔者又要给曾先生喊话, 曾先生, 你的旁证又旁罗了, 你搬起的石头又咋, 在自己的脚上罗, 喂完蛋, 去资料之一资料之二资料之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